大家好,今天呢,狗哥要聊一下爱国,就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想和大家呢,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那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连续是发生了好几个事情 这几个事情呢,都是让狗哥的印象很深刻 而且呢,他们呢,都是跟这个中国人的爱国行为有关系 那第一个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周末,8月18号 这一天呢,在香港是再一次,有这个超过100万的香港人上街,举行这个抗议活动 要求政府回应港人的诉求 但是呢,在当天晚上,也就是8月18号的晚上 有一位这个中国的男士,来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前面 他带了这个两罐的喷漆 想在这个美国总领馆的大门上,喷上中国必胜这四个字 但是呢,第四个字,胜,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喷完 他就被这个保安人员给制止了 然后呢,接到这个报警的香港警员就赶到了 将他逮捕 那在昨天,香港的法院是裁定他构成了这个损害罪 判处这个四个星期的监禁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啊 这位来自中国内地的男士,名字是秦敬军 今年37岁,中学教育程度 已经这个失业多年,没有工作 他在被这个逮捕以后啊 向警察供述 在这个美国总领馆的大门上喷漆 就是要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他认为美国是介入了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运动 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发生的前天,8月19号,星期一 在这个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 那靖国神社这个名字啊 大部分的这个中国人啊,都是非常熟悉了 就在靖国神社,当天呢,是有一位中国男士 向这个悬挂在拜殿前面的帷幕上 泼洒了墨汁 大家呢,在这个照片上就可以看到 就是带有这个菊花文章的帷幕 上面呢,是已经有了这个黑色的墨汁 然后呢,这位男士呢,就被日本警察逮捕了 他的罪名呢,是涉嫌弃物损坏 日本警方发布的消息 这位中国男士的名字叫胡大平 自称是一位作家 8月17号呢,跟他的家人一起入境日本啊 然后19号呢,就实施了这个行为 那狗哥查了一下,这个胡大平呢,应该是安慧人啊 是一个在这个中国大陆,不太知名的这个作家 然后第三个事情啊,其实也不是一件事 至少是两件事,都是发生在澳洲 第一个是在新西兰 当时呢,是一些香港的女生在奥克兰大学的校园里 建立了这个炼弄墙 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但是,这个奥克兰大学里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呢 就很不高兴,就来干涉 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名中国男生就撞倒了一名这个香港女生 这个呢,就是这个攻击的行为了 结果呢,这个中国男生就返回中国了 那现在呢,其实还不是很清楚啊 这个男生呢,是被新西兰遣返回中国的 还是他主动逃回了中国,要避下这个风头 另外一个事情是在这个澳大利亚 那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在澳大利亚的好几座城市 包括悉尼,包括墨尔本,堪培拉这些地方 都举行了支持香港的集会 但同时呢,这个中国的留学生也举行了反对香港的集会 在其中的一些地方就发生了中国留学生的攻击行为 谷歌看到了是至少有这个两起事件 都是中国留学生由于有这个攻击性的行为 然后呢,就被警察拘捕,询问 这些呢,都是最近一段时间 发生的让这个狗哥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当然,呃,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位中国男士 在静国神社,呃,泼墨的这个事情 日本警方呢,现在是还在调查他的动机 但是呢,狗哥可以判断 大概率呢,这还是一个爱国行为 是一种仇视日本的爱中国的行为 那中国人的这个爱国行为 其实呢,平常也有很多 比如说日本的这个静国神社 在以前呢,是已经遭受过不止一次来自中国人的攻击 但是,这段时间 中国人的这个爱国行为是集中大爆发 在香港,在台湾,澳洲,北美,欧洲啊,都是这样 那狗哥刚才提到的三个事情啊,都是非常极端的例子 那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这段时间 中国人的爱国情绪突然大爆发 呃,其实呢,道理呢,也很简单 很多朋友呢,其实也都知道 就是中国政府 中国媒体的这个煽动 为了对抗香港市民的这个抗议活动 为了对抗美国的贸易战 中国政府最近是使用了全部的这个宣传手段 来煽动中国人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狗哥必须要说 最近这几个月啊 就是从今年的五月份以来 中国政府的这种宣传鼓动 煽动的力度啊 是狗哥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也就是说呢 这种力度啊,是空前的 呃,狗哥可以说 比八九六四 天安门事件那时候啊 比一九九九年中国大使馆被炸 比那些个时候的这个煽动的力度啊 都大 这么疯狂的煽动爱国主义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大家想一下 这是为什么 那对于这种情况 狗哥是感到非常的担心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忧 呃,在以前的视频里 狗哥也说过 在未来几年啊 中国要走的路 很大概率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 是军国主义 法西斯的道路 就像这个二战之前的德国日本 第二条路 就是朝鲜 彻底的这个闭关锁国 这两条路 不管是哪一条 其实呢 都是建立在这个狂热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基础上 那在未来的几年 中国到底要走哪一条路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本人 要负一个最大的责任 但是 还有这个十几亿的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的中产阶层 有知识 有能力 有财产的这个城市中产阶层 你们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你们越容忍 现在中国的爱国主义 甚至说认可 主动配合 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 中国在这个法西斯的道路上 就走的就越快 你们距离最后的大灾难 距离索多马就越近 那虽然狗哥是认为 中国人要走的这个路啊 可能是 没有办法来逆转了 但是 今天 在这 狗哥还是要说一下 对于当前 中国式的爱国主义的看法 还是希望 能够有中国大陆的朋友 能听进去 能够呢 有一些触动 首先呢 狗哥必须要说 国家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非常空洞的 距离个人呢 应该也是比较远的 大家想一下 一个人 在母亲的这个身体里 开始有了生命 出生之后 第一口 呼吸的应该是 干净的 甜美的空气 吃的是母亲的乳汁 然后呢 睁开眼 第一眼看到的 应该是自己的家人 所以呢 一个人 从一开始 从这个生命的开始 离所谓的国家 就是非常远的 在爱国家之前 一个理性的人 一个正常的人 首先应该爱的是 自己的家人 爱自己的亲人 然后呢 爱自己的社区 爱自己的同胞 最后 如果非要爱 可能才轮得上 是国家 这是狗哥的观点 那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 这个道理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朋友 请大家认真地想一下 在中国大陆 没有干净的空气 没有放心的食物 老太太摔在马路上 都没有人敢站出来帮忙 在这些事情上 没有什么中国人 能站出来 要求进行改善 但同时呢 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 每天都在喊爱国 大家想一下 这种爱国主义 是不是真诚的 狗哥是认为 首先 不爱惜自己 和自己的家人 看着自己和家人 呼吸非常肮脏的空气 餐桌上的这个蔬菜 都是甲醛泡过的 盘子里的猪肉 很有可能是得猪瘟 病死的这个猪的肉 如果在这些问题上 都无动于衷 或者说是假装看不见 怎么可能真的去爱国 这种爱国主义啊 真的是没什么根基 是非常虚伪的 所以呢 爱国真的是应该从爱自己 爱家人 爱社区 爱同胞开始 然后呢 狗哥还必须要说 在没有这个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整天把爱国挂在嘴边 这种人不是傻子 就是骗子 而且呢 是骗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狗哥再强调一下 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没有外部敌人 威胁侵略的情况下 整天谈爱国的 基本上都是骗子 那从1949年 建国开始 中国共产党呢 就在大力的鼓吹这个爱国主义 狗哥以前也说过 鼓吹爱国主义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是这个中共维持合法性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那现在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手法呢 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家想一下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朋友 大家想一下 大家冷静的想一下 现在 有哪个国家要侵略中国 应该是没有吧 现在反而是很多国家 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 都担心被中国侵略 台湾也担心被大陆攻击 然后呢 一提到东风快递 很多大陆的网友呢 也都会特别兴奋 特别自豪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没有哪个国家侵略中国 或者用这个 中国大陆网友的话说呢 没有哪个国家敢侵略中国 那在这种 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大陆 还一直在煽动要爱国 是不是骗子 狗哥说了 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整天谈爱国的 基本上都是骗子 都是转移注意力 不让中国人去关注 为什么经济在下滑 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不让中国人去关注 为什么现在连猪肉都吃不起了 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有这个 毒空气 毒奶粉 假疫苗 为什么看不起病 房贷的压力那么大 大家想一下 大家冷静的想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了 爱国这个事 说到底 它是个人的一种自由 大家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狗哥也只是在表述自己的看法 但是狗哥也想对中国大陆的朋友 还有在海外的中国人 特别是很多的这个中国留学生 说一下 爱国 爱中国 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脑子里 问题呢也不是很大 但是 如果呢 要实施这个爱国行为 就像狗哥开头提到的 那些个事情 比如在这个 美国领事馆 喷漆 在禁国神社 泼墨 或者说是 要攻击 对爱国有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你们想实施 这种爱国行为 那在行动之前 真的是要 仔细的想一下 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是不是能够承受 这个爱国行为的代价 在美国领事馆喷漆 比如说在禁国神社 泼墨 都是可能要坐牢的 中国留学生 在澳洲或者是 美国加拿大 有攻击行为 是可能要被遣返的 学业就要中断了 所以呢 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代价 你愿不愿意 承受这个代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实施爱国行为以后 成为英雄 受到这个中国政府 中国社会的赞扬 这种几率啊 是非常非常小的 环球时报的那个记者 傅国豪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打我吧 然后呢 他就在中国成了名人 是因为 他是环球时报的记者 当然了 还可能有其他身份 是赵家的一个 很小很小的马仔 但是 其他人 你是不是 这种人 你有没有资格爱国 谷歌可以说 绝大多数的中国爱国者 不会有这种待遇 就像是 在美国领事馆 喷漆的那位先生 在经过神社 泼墨的那个先生 还有那个在新西兰打人的 姓刘乐同学 他们呢 只能是 nobody 他们不会成为英雄 所以呢 狗哥是希望 海内外的中国人吧 现在爱国情绪这么高涨 大家呢 能够认真听一下 狗哥说了话 认真想一下 爱国这件事 那狗哥最后还是想说 在爱国之前 要先爱一下自己 爱一下自己的家人 爱一下自己的社区 爱一下自己的同胞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狗哥的内容 现在就点击 屏幕上的狗哥图标 订阅狗哥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